网红乡村小乔运晚期应带货住院 高龄孕妇化农妆直播到凌晨 净重症监护士不忘拍视频引争议 拥有近千万粉丝的网红乡村小乔 自从怀孕后就一直保持亢奋状态 不仅没有安心在家中养胎 反而比以前更加卖力工作赚钱 马上快升了还化着农妆双腿扶着 面对镜头强忍卷意直播到凌晨 许多网友见他挺着大肚子如此辛苦 感动之余也纷纷激情下单支持一把 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况且小乔已经30多算是高龄产妇 从拍视频到选品带货每天连轴转十几小时 最终因为工作强度太高而倒下 经医生诊断怀孕33周的他发生妊娠高血压 当场就被送进产科重症监护士 如果降不下来就要安排提琴扑更产 为了让孩子足月出生 小乔住院期间一直在吃酱鸭药输留酸美 好在如今血压已经平稳下来暂时脱离危险 一向把小乔当成亲规女同的婆婆 得知此事后既担心又辛苦 忙活一上午煲好汤就敢去监护士探望 隔着玻璃门忍不住泪洒当场 盼盼也终于意识到了事情严重性 取消了后面所有合作活动 让小乔在医院安心养胎 然而就当粉丝们松了一口气时 评论区却涌现出诸多质疑声 孕晚期33周高强度带货当场住院 身价过千万位拍视频住农村老家 小乔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 在三农板块中一向口碑良好的自己 竟会因为孕期太拼命工作而饱受质疑 有网友抨击她明知自己是孕妇还这么拼命 连累肚子里的宝宝一起受罪 是一个不合格的准妈妈 也有网友认为小乔贪心不足舌吞响 明明已经靠千万粉丝账号赚得盆满钵满 这几年下来不仅成了乡村女企业家 累计资产还高达几千万 却始终不舍得短暂放下互联网饭碗 借着孕期热点每天拍视频 各种带货合作接到手软 活泼夸她懂事能干 老公夸她是个灵活的小孕妇 为了不漏夫一家人都住在农村老家 视频拍摄内容也都是下地干活 或者赶急去挑选几十块的衣服 赚了钱却不能正大光明提升生活质量 只能对着镜头延续以往生活风格 很有可能全是剧本 但也有网友觉得靠能力赚钱没错 毕竟开播就有钱赚谁都会心动 如今小乔身体出现状况后 也停止了手头一切后续工作等待生产 妊娠高血压本来就比较常见 不一定是劳累导致 只需要好好控制体重就行了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留言讨论